同学们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 邢国英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三单元的百年孤独节选 小说是反映社会生活的 通过上节课的研习 我们已经初步感到了作者 是在借一个家族的孤独来揭示一个社会问题 那是怎样的问题呢 就这一点我们进行本节课的研习 本节课的主要目标 是梳理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 了解作者的主要经历 推知作者的写作意图 分析本小说的深刻寓意 那么我们先看看大家对上节课后的学习任务 完成的怎么样 首先看 第一个任务 原来是这样表述的 作者说 何塞阿尔卡迪奥们使这个家族得以延续 而奥雷里亚诺们则否 然后从原著中挑出这些人名 看看他们属于家族的哪一代 各有怎样的归宿 围绕百年孤独的含义 为布恩迪亚家族编写一个简要的族谱 包括代别姓名身份以他的归宿 好 到这儿啊 还有一项语文能力 必须要提示大家 就是当我们见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学会正确理解提议 咱们看这个题 首先啊 要把小说中的人物提取出来 但是这个提取不是没有范围的 而是要看这些人物当中 要含有阿尔卡迪奥和奥雷里亚诺 这样的人名 其他的可以忽略 然后再按照百年孤独的含义进行筛选 然后再按照代别进行排序 列出他们的姓名身份和归宿 那通过同学们的交流和整理 咱们看整理出来这样的实例 首先是第一代 第一代的人物是何塞 阿尔卡迪奥 波恩迪亚 他是马孔多的创业者 由于他的精神世界 与马孔多的狭隘 落后保守的现实格格不入 结果被人们视为精神失常 后来被家人绑在一个大树上 几十年以后才在那个树下死去 然后是第二代 第二代有两男一女 老大 何塞 阿尔卡迪奥 这个人曾经与人同居 生了孩子 后来又与吉普赛女子出走 最后 有不顾家人的反对 与利贝卡结婚 但是后来 被赶出了家门 最后 在家中被枪杀 老二呢 是奥雷迪亚诺 参加内战后 升为上校 但是年龄大了以后 年老归家 最后 以座小金鱼来度日 一直到死 其实这个家从底边啊 还有一个女儿 就是老三 叫阿玛兰达 这个人物呢 在后边还会提到的 但是由于他没在 咱们题目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暂且先忽略 第三代 有何赛 阿尔卡迪奥的儿子 阿尔卡迪奥 和奥雷里亚诺的儿子 奥雷里亚诺何赛 前者啊 后来成为了马孔多 从来没有过的暴君 贪赃王法 最后被保守派的军队枪毙了 后者呢 参了军 但是 他一直热恋着他的姑母 最后死在了乱军之中 第四代 是阿尔卡迪奥 与他的妻子 桑塔索菲亚 德拉 比达生下的一女两男 女儿啊 由于也没在咱们这个题的范围之内 所以也暂且忽略 两个男孩 一个是阿尔卡迪奥第二 另一个是 奥雷里亚诺第二 他们俩是孪生子 阿尔卡迪奥第二 后来成立一个劳工的领袖 因为诉说亲眼所见的大屠杀 而被认为神志不清 在研究 吉普赛人带来的羊皮卷手稿的屋里 一直到死 奥雷里亚诺第二 没有正当的职业 终日纵情酒色 最后在病痛中 与阿尔卡迪奥第二 同时死去 从生到死 人们一直没有认清 他们兄弟俩 谁是谁 第五代 是奥雷里亚诺第二的 两女一男 长子是何塞阿尔卡迪奥 他是靠变卖家业为生的 后来是被抢劫金币的歹徒给杀死了 第六代 就是前边提到的 大女儿 妹妹 她的私生子 叫奥雷里亚诺 波恩迪亚 她曾经爱上了姨妈 阿玛兰达 乌尔苏拉 结果后来 因为没有结婚 所以叫恋人 产后死亡 最后她破译了羊皮卷文字 其实这个羊皮卷文字最后是预示了这个家族的一个家族的命运 第七代 就是乱伦关系出生的孩子 用原文的写法 就是他是百年里诞生的波恩迪亚当中唯一由于爱情而受胎的婴儿 但是不幸的是 最后她被一群蚂蚁给吃掉了 那通过这个书里啊 我们就引发一个思考 首先就是这些人物的归宿有什么共性吗 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是这些人物要么死于非命 要么在孤独中离世 还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一个家族期待都没能摆脱孤独 孤独的命运 虽然这其中啊 很多人物做出种种的努力都想要突破 但是最终没有实现目的 可见孤独的长久 马孔多这样一个曾经充满自由快乐的世外桃源式的小镇 为什么会让一个家族遭遇了百年的孤独 这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还是环境闭塞使然呢 让我们看看上节课的课后学习任务 能不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上节课课后的一个学习任务是这样表述的 说假如把马孔多作为一个文化遗址 需要在入口处啊 设立一块介绍牌 请依据小说的内容 给马孔多写一段150字左右的介绍文字 那么怎么去介绍马孔多这个地方呢 咱们看有的同学给出了这样的写法 他说 马孔多是由一个家庭为了躲避厄运纠缠 经过两年多的跋涉落脚后 创建起来的小镇 小镇初始 林茂鸟鸟鸣环境悠然 人际和谐 民生安泰 后来吉普赛人带来了新鲜物品 特别是商道打开之后 迎来了各方客人 小镇逐渐扩展成繁华的城市 香蕉公司来了 火车来了 这座曾经的小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情欲 利益 战争 屠杀等混乱 充斥于街巷 任何人 已经无法拯救 最后 在巨峰中 消失了 这是一个同学的写作实例 在这 同样有一项语言的能力 提醒大家 就是 当我们要介绍某一处所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要考虑 要选择好视角 那就是要以地名的视角 来概括整合相关的主要信息 而不是泛泛而谈 同时呢 要用说明为主的表达方式 介绍表达对象 但是这里啊 想提醒大家有一个辩析 如果这个要求变换为 写一段推荐游览的文字 这个写法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思考 其实啊 如果是这样去要求的话 我们应该融入目的地的可观赏性的特点 什么叫可观赏性特点呢 那就是我们要提出这个地方的一些遗物 物品 这些遗物和物品 有一些相关的故事和传说 这样呢 吸引人们前去观赏 这是我们在写推荐游览的文字 但是本任务是让大家去介绍马孔德这个人 所以两个要求方向是不一致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任务 就是这样繁华热闹的环境 为什么还会产生孤独呢 孤独啊 其实有两种状态 一种就是处境当中没有同伴 再一种呢 就是心灵 没有依靠 原来偏僻闭塞的马孔多 开放之后反反了 但是创始者啊 痴迷于外面的科技文明 观念超前 做事偏执 不被众人理解和接受 可谓是没有同伴 再加上迎来的是恶性发展 力气上 情欲充斥 派别纷争 战争迭起 马孔多的后人们忘记了初始时期的淳朴和善意 然后是任性做事 面对纷繁的外来文化 不知所措了 陷入了迷茫无助的泥闹 以至最后是被敌人道 成为情感和心灵的孤独者 这可谓是心灵没有依靠 换个角度说 就是异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冲突所致 西方文化代替了本土的文化 马孔多这个地儿虽然还在 但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没有了 因此布温迪亚家族的百年孤独 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小说以马孔多被飓风卷走而结束 那么作者是愿意马孔多留下来 还是希望它永远消失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所在 我们先看几则资料 首先第一个资料 就是有关作者的出生环境 加西亚马尔克斯啊 是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镇 阿拉卡塔卡镇过去是美国公司的香蕉 在香蕉热的时期有过繁荣的阶段 后来国际市场上香蕉的价格暴跌 美国公司撤离 阿拉卡塔卡立即衰落了下来 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 1928年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的那年 香蕉工人举向大罢工 政府派军警来镇压 死亡800余人 死后居民开始大量的外迁 阿拉卡塔卡成了孤独萧条的地方 作者啊 马尔克斯是自幼在外祖父家长大 而他外祖父马尔克斯伊瓦兰 是受人尊敬的老自由党人 经常对他讲起当地的历史故事 这是第一则资料 我们再看资料二 这是作者写的拉丁美洲的孤独的片段 文中说啊 我斗胆认为 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 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 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 现实并非纸上之物 它就在我们身边 每天左右无数生死 同时也滋养着永不空结 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 我这个四处漂泊 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 只是蒙幸运女生的眷顾 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 生活在其中的我们 无论诗人或乞丐 战士或歹徒 都无需太多的想象力 最大的挑战 是无法用常规之法 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孤独的征结所在 他还接着说 拉丁美洲不情愿 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 此外 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 能打心眼里支持我们的独立 独特的发展计划 历史上众多的战乱与伤痛 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 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 瞧 我们有多孤独 面对压迫 掠夺和遗弃 我们的回答是 活下去 无论洪水瘟疫 饥荒灾难 还是连连不绝 永不停息的战火 都无法战胜生命的顽强 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通过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是满怀着一种历史感 和对传统的复杂感情来完成创作的 是在用艺术的方式来反映现实世界的 我们逐步明白了作者的意图 《百年孤独》是以马孔多镇为背景 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 从马孔多小镇的开拓发展衰落 折射出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探讨了拉丁美洲地区贫困落后的原因 那就是落后涣散 以及外来文化的入侵 带来了本族文化的混乱 作者以生动赋予幻想的笔触 勾画出这片神奇大陆上 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反映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 深入揭示了该地区人民的精神特征 那就是孤独 小说因而成为一部气势辉煌的史诗性作品 他从个人命运谈到了家族命运 最终谈到了民族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看 马孔多被飓风卷走 小说结束的时候 说到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 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在大地上出现 这是作者的愿望 因为只有结束这样的历史 全体人民都团结起来 心心相应 消除孤独 才会换来拉美地区的真正文明和先进 下面我们看这节课后的学习任务 第一 再读课文 举例分析 演誉 象征手法 在本文中是怎样使用的 第二 从课文中找出具有奇幻色彩的文字 并联系学过的中外文学作品 比较说明这种奇幻色彩的独特效果 这节课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